好,所以當白旗碰的時候 那黑旗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邦邦 各位,好久不見了 終於要來錄我自己的教學影片了 再也不是這個潘潘老師了 那... 掰掰 嘿,掰掰掰掰 好,那今天呢 我各位呢 我想要分享的內容呢 是關於我之前做過的一個系列 關於這個AlphaGoZero 它的一些棋局內容 那這個AI 相信大家都非常不陌生 甚至呢,我覺得現在 好像已經退流行了是不是 真的,現在好像有更強的AI 對,現在好像聽說還有更強的AI 甚至其實現在關於AI的這些話題 好像也沒有像以前這麼樂落了 以前光是錄AlphaGo的棋局內容 那個點閱率都很高 那現在不知道相關的內容呢 還有沒有一些話題性 好,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想要來分享 關於這個AlphaGo 它的棋局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啊 都很值得我們現在呢 可以拿來學習 甚至拿來欣賞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錯的 好,接下來呢 要進入我們這個教學影片內容之前呢 請記得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就是我們的頻道會員終於開通了 所以大家對於我們的影片呢 有更多的興趣 甚至願意支持我們 也歡迎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更多我們的教學內容 更專業的教學內容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進入今天的教學內容 Go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棋局內容 現在呢 雙方在中間啊 進行一個攻防戰 那現在輪到白騎手 白騎實戰呢 是選擇碰在這 然後拿捏住黑騎的棋型 那現在碰在這 看黑騎啊 怎麼辦 好,那首先 我們第一桿 這個碰來的時候呢 黑騎啊 感覺應該是要搬這個 那接下來呢 白騎啊 當然不能簡單的跟著退 因為如果跟著退 被黑騎這一打吃 白騎這一黏 那形成這樣一個形狀啊 這個白騎啊 這個效率呢 相當的低 那個也被打成一坨 這個當然是絕對絕對 不能接受的一個圖形 當黑騎搬的時候呢 白騎啊 在這個局部呢有一個搶手 可以跟黑騎PK 就是選擇搬在這 那接下來黑騎如果打吃 白騎這一黏 那形成這樣的結果 這個黑騎兩邊被白騎切開來 那這個黑騎的作戰呢 也是相當的辛苦 這也是不能接受的一個圖 所以當白騎搬的時候 黑騎啊 如果簡單的打吃 欸 是沒有辦法跟白騎對抗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再試另外一個變化圖好了 就是如果是打在這 那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白騎黏 那黑騎呢 一樣是切斷 然後白騎在這局部呢 是可以斷一個 好 那接下來這邊的作戰呢 我們簡單看一下 就是如果打吃 長 然後黑騎吃掉 然後白騎打吃 然後黑騎黏 然後白騎貼過來 那如果是形成這樣一個變化圖的話 好 那這個圖形呢 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 就是白騎啊 透過七升這顆旗子呢 在這個白騎的外圍呢 成功包紮了這個一個 一道外式 那形成這樣的結果 這個黑騎吃這顆啊 這個吃的顯得相當的小 那這個白騎的外圍的價值呢 是遠大於這個黑騎的 所以形成這個結果 那一樣 這個是黑騎啊 是非常不好的結果 所以當白騎碰的時候啊 那黑騎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直接正面作戰沒有辦法 因為白騎有這個班的搶手 那所以黑騎就應該要想一點別的方法 那我們就接下來欣賞一下 實戰中的AlphaGo Zero的繩子一手 好 那這邊不行 那我們就做準備動作 也就是實戰的這個黑騎啊 選擇直接碰在這 哇 這部騎當初一看的時候呢 真的是讓我 驚爆我的眼球 我想說雙方在中間 就明明在交戰 怎麼這個時間點竟然有時間 可以去拖先走其他地方 那其實透過剛剛我的解析之後 其實你們會知道 這邊直接作戰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所以黑騎啊 必須在左邊先做一些準備動作 所以實戰這個碰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用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白騎 他的應對怎麼辦呢 當然低感還是可能會考慮搬 又或者是說選擇退讓 那不管你是退讓或是選擇搬 其實這兩步啊 就成功達到黑騎的意圖了 就是接下來黑騎呢 一樣可以從這邊搬過去 白騎如果下成剛剛的絕招 那接下來黑騎就打吃白騎這一年 那接下來呢 因為有這兩個交換 所以黑騎既然這個打吃呢 就剛好起到這個影針的作用 所以這兩顆啊 就是黑騎的一個意圖 所以當黑騎碰在這啊 他的意圖就是想要在那邊做一些影針 然後呢要搬這個 因為畢竟搬這個啊 還是相當的比較大 因為這個騎呢 可以把白騎給壓進去 所以面對這個碰的時候呢 白騎啊 好像沒有辦法再跟著應對了 所以這時候白騎呢 如果不理他 選擇拖先去攻擊中央的話 那接下來黑騎呢 就可以選擇搬 搭 然後呢 打吃 白騎黏 那這幾下呢 都是黑騎的先手 也是黑騎的命令的動作 白騎都只能跟著走 那接下來走到這的時候呢 黑騎再簡單的單單一退 那形成這樣一個結果呢 黑騎透過這邊的處理 那黑騎呢 就簡單的把這個相對比較薄弱的地方 就把它走好了 那現在輪到白騎手呢 白騎可能就只能選擇出頭 或是把斷裡黏起來 那形成這樣的結果呢 這個是黑騎在這個時候的碰 他的一個妙手 那不知道呢 下到這邊 大家對於這個妙手呢 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一些 厲害的體悟呢 甚至你們有沒有覺得 學到一招的感覺 那如果有的話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恭喜你們 你們學到了 今天呢 我們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好 那請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那下一集 如果 我還有這個體力 或是還有這個機會 那 下次你們會再看到我的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請記得要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掰掰